前段时间,我们相爱把炒火了吴伟雄CP 近期潘伟博可以说是非常的繁忙 以至于自己身体没有爱护好 这也是太敬业了 据媒体报道,潘伟博最近因为忙于节目录制 以及演唱会和专辑的宣传 导致身体亮起了红灯,已经住进医院 开始还一度有消息说潘伟博病危 其实就是工作太过了辛苦 导致身体吃不消 小编在这里提醒大家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哦 在5日的时候,潘伟博打点滴的画面曝光之后 引起了很多粉丝的关心和关注 都想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毕竟大明星嘛 大家都还是非常关注的 在点滴后,潘伟博就已经出院继续工作了 这敬业也是没谁了 但是在近日,感觉身体又有问题了 去医院复查,才发现原来是得了肺炎 身体也是持续高烧到40度 住进了加护病房 甚至被网友爆料为病危 为此,杨成林也是第一个专程过去看网 并透过经纪人表示 自己知道潘伟博住院这件事情 请大家不要担心 对此,网友们一直对前期潘伟博的CP组和无星在干嘛就比较关注了 怎么没送上温暖 原来这几天无星也是在忙于节目 昨晚上22点29分,陆海涛还发微博说 1点2点3,追我样 两人还在牵手嬉笑打闹 都是敬业的惹的祸 也是希望我们的潘帅能够早日康复 期待着他的专辑和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